今年的国产片保护月 各种国产片的票房减值 带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 这也是多年以来 第一次国产片保护月的时候 票房能够达到这么高 同时这其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直被网友所争论 那就是票房的高低 真的可以 用来评判电影的好坏吗 最主要的就是 我不是要神和邪不压正 或者最近的西红柿首付之间票房差距引起的争论 大家都知道 江文导演的作品 大多都是那些内涵较多 整天都是暗喻的电影 像是太阳照常升起或者一步之遥 都是看了完全不知所云的电影 但是真正能够看懂这些电影的人 又会给予极高的评价 所以就有粉丝说 江文导演的作品 质量上市比我不是要神要好的 那么有这些疑问的人肯定都很好奇 究竟票房能不能代表一个电影的好坏呢 带着这些疑问 看一下 目前的票房排行榜就知道了 排名第一的是战狼二 而且是遥遥领先 以56亿的成绩拉了第二名 有20亿之朵 票房冠军实至名贵 但是大多数看过这个电影的人都说其实都是老掉牙的套路 只不过被冠上了爱国的名头 所以票房才会那么高 无情的这部电影是2017年的黑马 连同一年上映的速度与激情巴都没能达到它的一半票房 好的口碑也肯定是有的 但大多数都是凭了看的是情怀 海航第二的洪海行动票房是36亿 这部电影跟战狼一样展示了我们的大国形象和军人们的不惧困难的精神 但是很难吸引那些不喜欢看这类型电影的人 第三名的美人鱼有喜剧之王周星驰导演 这部电影在上映前宣传做得十分到位 基本上所有的新迷们都被吊起了胃口 更是打出旗号说 我们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 可是看了电影会发现跟自己心理预期等完全不一样 虽然影片倡导环保爱护海洋这样的主题值得支持 但是整部电影都是那种老套的搞笑环节 就像是把这些搞笑的东西堆积在一起一样 第四名的唐人街探案二 则是陈思成导演的第三部作品 同样是33亿的票房 作为一部喜剧电影来说 这是一部十分成功的电影 第五名的我不是要神口碑和票房都极高 而且故事极其富有内涵 能够勾起人们对于健康的关注和社会 对于药品的扶持 只能说这两部电影取得者的票房是情理之中 没什么可以称为是黑马的地方 看完了这些排行前五的电影 你还认为票房能够决定电影的好坏吗 显然这个答案是否定的 就像当初肖深刻的救赎上映的时候 票房只有惨淡的2800万 这部电影好看吗 在IDNB和豆瓣 一直占据了第一的宝座 至今没有什么电影能够动摇他的地位 连同期上映的阿甘正传 都取得了票房6.7亿 由此可见 票房终究也只是一串数字 即使票房惨淡 只要是好电影 总是会留在人们的心里 相反 即使票房再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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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